以色列掃蕩加薩走廊 但遇到了大鐵板了嗎 因為就發生在禮拜一 有24名以色列士兵在加薩戰死 是以巴開戰以來 以色列軍隊傷亡最慘重的一天 而且儘管以色列高喊 擊斃相當多的哈馬斯戰士 但這個數字只是整個組織的三成而已 就怕戰情急轉直下 妹妹就爆料了 以色列提議最多要停火兩個月 換取哈馬斯釋放所有人質 此時伊朗還在後面 山陰封點鬼火 據傳要把舊的戰機翻新 讓外界看不出來 是誰在支援越門從中來攪局嗎 我想問家明 像以巴戰爭大家都以為 以色列就是無孔不入 幾乎把加薩走廊移為平地 哈馬斯被揭滅了大樹 但沒有想到數字一出來 以色列其實打得很辛苦 對 沒錯 明君 現在的這場戰爭 到現在已經到了109天 你會覺得說 看起來你從北加薩 中加薩 南加薩 你已經一路掃蕩往下攻 你知道這樣 以色列你應該是 獲得非常好的一個戰果 但是現在看起來 狀況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這麼說 先來看這一次 在這幾天發生了 以色列在這一波行動當中 死傷最慘重的一個事件 當時有24名士兵 在一場行動當中過世了 其中這一個是在 加薩中部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 這個部隊 悄悄地在前進 在加薩中部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那邊 發生了兩座是 哈馬斯的一個目標物 所以這些士兵要去埋炸藥 準備要把這一個據點 給炸掉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 反而是被哈馬斯人給發現了 而且哈馬斯人看到說 那邊有以色列的坦克 他們就RPG 這種榴彈炮 直接攻擊這個坦克 坦克爆炸之後 那你其他的東西 往旁邊炸散 結果去觸發了 他們埋的這個炸藥 就瞬間爆炸 你看 來不及逃的狀況之下 被自己的炸藥炸死了 死傷非常的慘重 所以就21名士兵 是在這一次的行動當中 就是不幸生活 那另外還有三名也是在同一天 其他的行動當中過世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以色列軍隊去埋炸藥 結果反而被反殺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一直在講 以色列軍隊一直在講說 我們在這個行動當中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剿滅了 一萬多名的 這個哈馬斯的一個士兵 那有的 就算沒死也剩半條命 也有一萬多的士兵 他已經受重傷 沒辦法再投入戰場了 可是問題是 明軍你要知道 美國他什麼強 情報強 美國情報單位他就孤了 他透過空拍機也好 透過監聽等等 各項情報網來分析 他說目前以色列軍隊 擊斃了哈馬斯 大概只有兩到三成的士兵 一萬多人才擊斃兩到三成 對 也就是說 他總共有 這個大概30萬名的士兵 你只剿滅 大概1萬人左右 當然就是 但是服輸量不多 所以現在看起來 你說以色列 你說讓哈馬斯 消失在地球上 現在看起來 這個目標可能還有點遠 所以而且現在看起來 美國還評估說 不是說只有你剿滅的士兵不夠 包括美國還發現了 哈馬斯他的彈藥 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除了他後防有人暗中提供之外 包含我剿滅了以色列的軍隊 我從中拿到的這些裝備 我通通都可以在 這個戰場上面持續來作戰 所以現在看起來 哈馬斯他是有底氣的 他是有彈藥的 他是有士兵的 他還可以繼續打下去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之前這場以色列 常常在講說 以色列不要停火 站在一個比較優勢的方向 但你看現在反而是以色列 要來提出停火協議 而且他停火協議是說 這一停要停多久 停一整個月的一個時間 而且他是講說 以色列他允許說 哈馬斯的高層離開加薩 就是說你這些高層 你離開加薩 那我們就來進行停火 可是問題是 現在看起來 哈馬斯不接受 這樣的一個條件 就是你說 你要讓我的高層離開 問題是 你也沒有厲害到 威脅到 我必須要同意這樣的條件 另外還有 當然針對人質的部分 就是說希望透過 你們釋放更多的人質 讓我們釋放更多 巴勒斯坦的一個囚犯 可是但是目前看起來 哈馬斯目前不接受 這樣的一個協議 所以現在看起來 要停火可能是比較困難一些 當然講到說 哈馬斯為什麼有底細 剛剛找到有人暗中行住 這個人是誰 當然就是伊朗了 現在看到之前在 鴻海的一個商船 擾亂的一個事件來說 現在美國海軍第五艦隊的司令 庫柏 Bread Cooper 他就講了 伊朗在以色列 對哈馬斯戰爭期間 直接參與了夜門胡塞 漢軍的船隻襲擊的一個行動 之前我們看到 美軍已經交戰了五次了 現在慢慢查出來說 到底這些胡塞組織 這些青年運動 誰在後面幫他們撐腰 就是伊朗 給了他什麼 你要資金我給資金 你要資源我給資源 你要培訓我給你培訓 我教你怎麼樣的打仗 所以現在看起來 伊朗的襲擊 慢慢的擴大到 除了波斯灣之外 現在也到了中東的一個水域 除了在海上 他從背後當引誤者之外 另外在空軍的部分 他們現在也有所突破了 因為伊朗空軍最近 他們翻出了這個舊型的戰機 蘇凱22上面來做一些 安裝跟更新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蘇凱22 他真的是老戰機 他能夠配掛的一個武器 並不是這麼樣的一個先進 他現在把這些舊戰機 把它拉出來之後 我包含系統的更新 我包含載彈 載彈架的一個更新等等 前一次更新是2018 現在又全部拉轉 來做這種大幅度的一個更新 那更新的目標是什麼東西 包含兩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包含就是這個 亞興滑翔導引炸彈 以及士兵彈道飛彈 這兩個重要的一個武器 這兩個東西 為什麼對伊朗來說這麼重要 來看到 先來看亞興滑翔導引炸彈 它其實彈彈量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它的這個彈頭的部分 可以來到215公斤的一個彈藥 而且它發射出去 它能夠有一個小翅膀 就這樣滑翔的儀意 所以它從空中這樣發射出去之後 它滑翔的距離可以來到40公里 所以它作戰範圍其實是相當夠的 敏軍你看就要發射之後你看 它的那個翅膀就打開來了 所以它就可以飛更遠 對 它就可以飛更遠 所以它的作戰範圍就會更廣 那另外一個士兵飛彈 它其實就跟俄羅斯這種 非常厲害的這種匕首飛彈 其實非常非常的相近 都是屬於這種高超音速的一個飛彈 所以它這種空射武器 如果能夠裝到蘇凱22上面來講的話 它現在看起來 對於伊朗空軍的實力來說 會有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的確剛才嘉明提到 現在以巴戰爭當中 以色列經歷了最慘烈一天 因為他們因為這個 哈馬斯的軍隊的勁逼 導致於被反殺 被自家的炸彈給炸死 那在俄乌戰場上 也發生很類似的情況 對 沒錯 剛剛講到說這個 以哈要停戰 感覺是比較困難 那另外一個很膠著的 就是在俄乌了 尤其現在對烏克蘭來說 以哈發生之後 大家可能對他們關注少了 它獲得的資源就更少了 所以現在烏克蘭 在前線的膠著作戰當中 其實非常的辛苦 現在看到烏克蘭這幾天 遭遇到很大的一個威脅 包含他的首都基辅 包含他的哈爾科夫 陸陸續續遭到俄羅斯 發射40英名的飛彈來轟殺 而烏克蘭的軍隊 過去我們講說 他有非常好的一個防空系統 再講你可以全部都攔到 要不然你密死掉一兩顆 不好意思 這次只攔到了一半 所以這次造成的死傷的狀況 也是非常的嚴重 那當然不是說只有 剛剛講到說基辅 這個哈爾科夫之外 另外包含烏東的阿富迪夫卡 巴赫姆特 還有利曼地區 其實現在也都是一個 非常膠著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知道俄羅斯軍隊 他們在他們眼中 人命不是人命 他能夠用這些死事 去為了達到 作戰上的目標 譬如怎麼說 他在這個阿富迪夫卡 為了知道說 這個到底烏軍的距點在哪裡 我就通過我自己的士兵 扮演這種死事 就跑到你距點附近 去那邊埋伏 等到被你發現之後 你發動攻擊 我就知道了 你烏克蘭軍隊的距點在這邊 那我的軍隊就過來 要來攻擊烏克蘭軍隊 所以現在看起來 對於烏克蘭來說是比較辛苦 雖然說他們在前線的部分 有7度是把俄羅斯的軍隊 給打回去 但是你也不能夠保證說 會不會很快被攻破 所以看起來還滿辛苦的 而且另外一個畫面 其實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國防部 他們在網路上公布這個畫面 剛剛講到被飛彈襲擊 過去要把它打下來用什麼 防空系統 對不對 結果現在他們用什麼 他們用的是白浪寧機槍 你用機槍去打飛彈 打得下來嗎 你這還真的打得開 打得下來 對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 烏克蘭的國防部 要公布這段影片 就是告訴你說 告訴國際說 我們沒有這種大型的網路武器了 趕快援助我們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 烏克蘭是比較辛苦一些的 另外除了自己的彈藥 可能不夠狀況之下 你還要特別小心 這種普丁的陰招 剛剛講到用死屍 去調出你的位置 另外還有假訊息 我們講說認知座在假訊息 怎麼說呢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媒體 瘋狂的在炒作 炒作什麼 他說這個澤倫斯基 他的現在正前換將 把他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給解職了 但是問題是 這個東西大家 當然你前線的士兵 你可能沒辦法每天看新聞 但你聽到消息的時候 你會想說什麼 我們的總指揮 我們指揮官被換掉了 這樣對於士氣 會有很大的打擊 對 所以就是 因為我現在在前線交左 你只要軍心不穩的話 我就比較容易攻破 所以你看這個假消息 大家可能前線會覺得 軍心有點動搖 不過當然事後證明說 這個就是一個放的假消息 但是其實俄羅斯 他還是有一些厲害的武器 在場上開始實現 明君你會 聽了這個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哈利波特你有看過吧 哈利波特裡面有個什麼東西 隱形斗篷 聽起來很厲害 哈利穿上去就可以在 學校裡面跑來跑去 沒人發現 明君你有想過 這個在在場上 真的有可能發生嗎 現在俄羅斯有一個 一個新的公司叫HyperX 他就宣稱我們發明出 這個隱形斗篷 明君你看 現在如果我用夜視鏡 看著晚上坐在你 一定要用夜視鏡 你看過去之後 偵測溫度是不是 人一定會有這種體溫 所以你看過去 一個人 兩個人 有沒有很明顯 怎麼一個人出現了 原來他又不見了 對 它用的就是隱形斗篷 它這個東西你折起來 很輕 350克 你放在口袋 你平常可以打開來 那你蓋起來的時候 它可以把你的體溫 跟周邊的環境 是融為一體的 可以棄體 所以你用熱像器去看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這邊有人 過去我們看到 歐克蘭能夠常常 能夠告解的原因就是 我透過我的無人機 從空中看 我熱像移到 你知道部隊在哪裡 但現在我這個 只要蓋上去之後 你看不到人 你接下來看不到坦克 你看不到戰車 所以接下來 對